一開始聽到有MIRROR GO這個節目 我首先很興奮 因為我拍節目這麼長,沒試過 直覺上,我第一次想起Running Man 出來的事情都是我幻想中的事情 但是去到大懲罰的時候,完全是… 射 這個神經病 Running Man是不會吃蟲的 說我一年來砸一聲 全部都打算弄鬼我們 沒想過自己這輩子會做這種事 為何我們每次的比賽 都會這麼認真去做 是因為我覺得食蟲 在你們來說已經是最低… 就是最低度數 但這個最低度數,我也接受不了 不要 大隻字我們出道那天說 香港新偶像 我沒想過偶像會跟田雞、蟲、蛇 有關係的 還有這是繼全民造星後的第二個節目 全民造星是全港最大型的偶像工程 Mirror Go就是突然破壞偶像的工程 全港第一個整股偶像的工程 其實我們Mirror Go的節目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真人的表演 可能有很多真實的情況 他會即時拍攝下來 之後再會外出 行… 糟了,專注 等等… 我們成員之間如何相處 遇到甚麼,我們會害怕 我們害怕的反應是怎樣 開心的反應是怎樣 每個人的真實性格 都可以讓觀眾了解清楚 這件事跟平時我平時想像中的節目不同 透過節目 去呈現Mirror舞台外的另一面 的確是我們的目的 不過要反映你們真實的性格 有時難免會觸及到一些負面的事件 始終是男生 少不免在競技當中 也可能會想真性心很強 對,玩遊戲就發脾氣 花姐 玩雪 你們這樣怎樣 怎樣 你再和你一起去吧 那時候還未知道節目應該怎樣去 就像AK所說 只知道玩遊戲 然後花姐千叮晚祝我們 你玩遊戲,投入認真玩 可能這件事太過認真 遺憾就是這件事處理得比較好 也很緊緊於玩 作為一個新人 在節目拍攝上 難免會跌跌撞撞 不過最重要的是 大家懂得在過程中成長 以前以為中藝節目就是 你便拍我去玩 我玩得贏就贏 開心就開心 但後來我除了做藝人身分 去看這個節目 我用了觀眾角度去看這個節目 然後我就覺得好,原來我要做的事 是要中間拿一點 因為拍攝中藝 是要特意有些中藝感 去做一些事 而不是說你真的很認真 玩遊戲就已經很好看 拍攝和你看 其實真的是兩回事 整對的 對,一個袋 看不見怎樣 其實坦白說,我們MIRROR GO拍攝的途中 其實跟節目組有很多磨擦 可能我們也會覺得那些情況 好像太辛苦或甚麼 但其實想一想你身為藝人 其實你就要在這些 你很不呈現的事下 你也要做出笑容 即是你要讓觀眾快樂 你不是自己快樂就可以 更加明白到一個藝人 其實你要做的事就是 令觀眾開心,就是第一 在學習和成長之外 不知道MIRROR最難忘的時刻 是甚麼時候 最難忘的可能是那次 氣球中有蟲那次 那次大家都好像很不想 懲罰會發生 我覺得最難忘的是氣氛 那個氣氛很神奇 好像拍攝那麼久 MIRROR GO拍攝也沒試過 有一次是大家會這麼一致 不,你這麼說 因為其實拍攝那一期後 大家已經… 不是說… 大家已經知道誰受懲罰 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定是Edan 但不知為何 那一期,我們大家都不太想Edan 做那個情報 那一刻,我想觀眾也感動 不至於我們在場也很感動 12個就是那一刻 開始變成一體 除了替MIRROR展現他們另外的一面 MIRROR GO最大的作用 竟然是令MIRROR更加團結 每一次MIRROR GO出旅行活動 都會令我們默契上或感情上 有提升 大家的團結性和默契多了很多 而且認識了隊友會更深 大家可能在螢光幕前看到的 是我們拍攝的樣子 但其實我們由大家早上結合了 如果到晚上睡覺刷牙 第二天起床又刷牙 其實都是看著一群兄弟 友誼的建立 如果這樣憑平日出活動 在工作上 其實你是很難有深入的交流 但當MIRROR GO的時候 大家一起去玩遊戲 一起有私下相處的時間 可以更多溝通的時候 會令友誼增進得快很多 所以我從MIRROR GO反而學到溝通 溝通 其實我從小到大 坦白說,我也不是一個很團隊的人 但反而我進來MIRROR 然後再拍攝MIRROR GO 我就令我自己投入了團隊 即是明白一個團隊的重要性 玩完MIRROR GO之後 其實會發覺自己進步了很多 在某些方面 可能我本身不多說話 但在工作人員的教導下、調教下 多說話 這些都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 和經驗 MIRROR GO是我們12個人 一個共同的回憶 而且剛出道就開始拍攝 一個我們共同在演藝時起步 一個很清溺的回憶 我想很多我們不會做的事 這輩子都會在MIRROR GO裡做 在你做最難忘的事的時候 你會想到你們身邊的人 就是這些人 所以我覺得… 為何MIRROR GO令我們感情好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難忘的兄弟 都會在旁邊 真的很感謝團隊 幫我們記錄了這段時間的生活點 這個節目幫我們留下一些 可能永遠的一些回憶 在我們的將來可以提醒 其實我覺得是很窩心的